新机会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者官网美联储局公布6月份议息记录 美股组断缺乏明显方向 而议息记录一出就说 当局承诺会继续大幅加息压益通胀 并且预期第二季经济增长将会反弹 道指一度转升超过250点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亦曾反弹大约1% 三大指数收市亦齐齐向好 道指收市升69点,收报31037点 标普500指数升13点,收报3845点 纳斯达指数升39点收市,收报11361点 美国上市港股与托证券造价普遍向下 汇控借被半岗收市跌0.43 腾讯跌0.91,阿里巴巴跌0.13,美团跌0.71 国寿跌0.65,中石化跌1.64,中石油跌2.25 至于欧洲股市就行反弹大约1%至2 伦敦富士加百指数收市升82点,收报7107点 法拉夫特资指数收市升193点,收报12594点 巴黎卡指数收市升117点,收报5912点 看商品期货方面 花旗警告,石油需求的预测可能进一步 需要向下修订 旗油一度插水底4% 去到每桶95.1美元 收市跌幅收集至0.9% 收报98.53美元 下跌97美元 交组创4月以来的新低 至于伦敦富兰特旗游 亦是自4月底以来 第一次跌穿每桶100美元的水平 曾经低见98.5美元 曾经跌超过4% 收市仍跌2% 收报每桶100.69美元 下跌2.08美元 看金价 市场揣测美联储局将进取加计 美元会价请强 再创20年新高 国际金价连跌2日 创下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位 期间收市跌27.4美元 收报每桶市1736.5美元 看最新美元会价 港元7.847 日元135.651 欧元1.018 英镑1.192 瑞士发行0.97 加元1.304 欧元0.678 欧山元0.615 美国负债院10年期债息 直播2.091 30年期债息 直播3.11 看港股 昨天跌200多点 今日再跌200多点 开市暂时做21,350点 跌235点 国企指数跌118点 最新增7430点 大市成交60亿多 昨天又加一些 看看油股的表现 海优不算跌得多 跌大有2% 暂时在9.72 100天线在9.68 大家可以留意着 另外看科技股 115.5 暂时跌大有1% 700跌不够1% 344.6 水平 美团跌大有1.7% 暂时在192.5 这次和大家先跟进到这里 稍后回来 我们还有其他的直播 待会再见 要财银欣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740.73美元 买出价1741.16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19.153美元 买出价19.176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银欣提提高 接下来 接下来